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 我从小其实就喜欢农机 所以父亲在做这一块我就觉得 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 工作十年之后就觉得 他还是需要有人帮忙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只负责种植的话 真的太辛苦了 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在种什么 在忙什么 所以我是负责回来帮他做行销这一块 往前走 来 我埋进去 好 换下一个 我就会跟他们说种植的方式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栽种 消费者觉得这是他们要的就可以接收 可以用手摸看看 这就是还没有豆莢的黑豆 我们在采收期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办一个就是 来我们农场这边采黑豆 他们会更深的印象说怎么去选购好的黑豆 更选购国产的黑豆 叫妈妈妈妈来吃豆腐 所以我们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去坚持做下去 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农夫很努力地在坚持我们国产的东西 大粮肠计划基本概念就是说希望我们把本土的杂粮能够种植的多一点来取代这些进口的 使我们的粮食自觉力能够提高 三年华高雄政府大推动大粮肠计划 这么重来可以投入这个产业 我自己去尝试去学习 要如何栽培 然后再用成功计划 用机器化的管理 然后种植 带动我们家的荣优 大家复根这个摩的这个产业 台湾摩 然后它又品味 我看它很欢迎 我觉得我有成就感 没有基因转植的种植在种的 那有一些有机栽培的 有财销理律的 都是对生产的安全性有大的保障 小维家觉得说 我们改于生产的 国产杂粮的品质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没有那个食安问题 还是那些人 在类似的这种 为了